爱是盲目的 所以要弄清你的女朋友对你是否是真心的 还是在玩弄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好消息是 有一些迹象能帮助你辨别 你的女朋友是否在利用你 第一 她过分在意你的收入 一对情侣 关心彼此的生活和事业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你的女朋友只对你工作的薪水感兴趣 那么这个迹象充分表明她只是想利用你 这种类型的女孩会试图接近有高薪或高阶工作的人 来帮助自己获得需要的资源 此外 她们会非常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 因为你的成就 对她的人际关系很有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 她爱上的是你可以提供给她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你的人 如果你想知道她对你是否真心 可以试着告诉她 你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因为 一个爱你的女人会问你发生了什么事 并试着抚慰你的情绪 而一个利用你的女人 则会很快地从你身边消失 并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第二 她有很多要求 准备一个能让女朋友微笑的惊喜 永远都是件好事 对吧 但是 如果你的女人经常要求你做某些事情 那绝对不是一个好迹象 你爱她 并重视这段感情 并不意味着你必须一直挥霍金钱 请她吃昂贵的大餐 或者享受豪华的度假 如果你觉得你的女朋友 喜欢你提供给她的物质享受 大过于你本人 那么下次试着给她一些非常有意义 但有简单的东西 如果她真的爱你 她会感激你的努力和巧思 但如果她只是贪图你的钱 她肯定会露出她的真面目 不要忘记 你们两个是一体的 这代表 你们两个都应该对彼此付出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不断地付出 那么这段感情绝对不值得你留恋 第三 她无视你的需求 当你在努力满足她的所有要求时 她却一点也不关心你的需求和愿望 这听起来很像你目前的状态吗 那么你很可能也遇到了一个 在利用你的女朋友 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 她最后一次为你付出是什么时候 不是为了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而仅仅是为了让你开心 没错 这种女人会让你觉得 提出自己的需求很有罪恶感 或把你的需求歪曲成不好的东西 结果他们从你这里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 而你却得不到任何的回报 甚至会对自己的需求感到内疚 这不公平 第四 她不会花太多时间和你相处 时间是我们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所以如果她不想在你身上花费时间 那么你对她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 事实是 她不想为你们的感情投入时间或心理 她希望你给她需要的东西然后离开 乖乖地等她电话 这就是为什么在约会时 她经常找借口离开 而且也常常显得不太高兴 如果你对这点仍然不确定 那么判断她真正意图的最好方法就是 留意她想要见你的时间 如果这些时间总是接近你的发心日 或者当她需要帮助时 那么我很抱歉 老兄 她真的只是在利用你 第五 她试图让你远离你的家人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的家人也许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 如果你和家人的关系良好 但你的女朋友仍然试图让你远离你的亲人 那么是时候重新审视这段感情了 尽量与她沟通 并弄清楚她这样做 是否是因为某些原因 也许她与你的某位家人处不来 或者她担心他们不喜欢她 但是 如果她无法好好解释 或不断提出奇怪的借口 那么她很有可能是担心你的家人 会戳破她的真面目 这就是为什么她试图将你与别人隔离开来 让你更依赖她 然后 她就可以对你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第六 她不称呼你为男朋友 你们总是在一起 挥霍你的钱 你毫不犹豫地表达你的爱意 但 她仍然不确定你们之间的关系 当然 感情关系有时候非常复杂 特别是如果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然而 如果你们在稳定交往中 但她仍然拒绝称呼你为她的男朋友 而是以朋友的身份把你介绍给别人 那么 这背后肯定有一些可疑的事情 真实的情况可能与你脑海中的童话故事相差甚远 她不是已经爱上了另一个人 就是正在骑驴找马 所以 没错 你基本上就是一个舒适的备胎 她把你留在身边 呼之急来 回之急去 和前面说的一样 处理这种问题 唯一的方法 就是和你的女朋友谈一谈 倾听她的说法 然后决定这样的感情是否值得你为之奋斗 第七 你们没有深入的对话 在感情刚开始的蜜月阶段 两个人总是如交似漆 但是 要把这段关系持续到下一个阶段 你们之间需要一些实质性的了解 你们必须在情感层面上有共鸣 如果你试图进行深刻有意义的对话 她却回避不理 很可能 她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喜欢你 她不想听你的童年故事 家族历史 或关于生活的基本看法 她只想让你们的聊天尽可能的简单 这基本上意味着 在她未来的蓝图里 没有你的位置 她也不想与你建立理解和信任的关系 因为 她不打算长期和你在一起 你懂了吗 现在 你应该知道下次谈话时 该跟她提出什么了吧 第八 和你在一起时 她总是在看手机 当你爱一个人时 你会迫不及待地与她交流 并想更深入地了解她 你肯定不会用这些宝贵的时间来翻阅Instagram 或Facebook 所以 如果你和女朋友相处时 她大多时间都在玩手机 那么她显然对你或这段感情并不太重视 对她来说 她答应这个约会 只是为了她想要的东西 这种女人经常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谈论自己 她不想听你的工作问题或个人烦恼 更不会给你建议 她只会谈论自己 你需要这样的伴侣吗 这是你自己需要决定的事情 第九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根本不认识她 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只是在演戏 但即使是最狡猾的人 也无法全天保持这种状态 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友善和讨喜的模样 但在内心深处 他们讨厌目前的状态 并希望宣泄出来 所以 他们有时会背着别人做出非常恶毒的评论 或者说出一些粗鲁的话 突然间这些话 让你觉得你根本不认识你爱的女人了 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想忘记这些话 他们总会烙印在你的脑海中 让你痛苦不堪 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 仔细观察 不要被爱冲昏了头 认为她的言行没有问题 相反的 睁大眼睛瞧一瞧 看清楚你面前的人 这些令人担忧的迹象 有几项出现在你目前的感情中呢 如果超过五个 你一定要和你的女友好好谈一谈 女士们 如果你也正在观看 这些迹象 也可以用来审视你的男友 所以要小心 好好观察 并下定决心 辉别那个不是真心待你的人吧 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 也请确保你们冷静地沟通过 也许你们可以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也说不定呢 你还知道什么其他的迹象 能透露出你的伴侣不是真心的吗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中告诉我们 别忘了帮这个影片点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并订阅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